最近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PSB的卡套 这个PSB的卡套呢 它出了很久了 因为我用PSB也是很 有几年了嘛 当时出这个PSB卡套的时候 是要几十块钱的 然后几十块钱只是买这个卡套 如果没有TF卡的话 再买一张TF卡 那很容易就达到100块了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搞 我一直以来都是用PSB原装的内存卡 只有8G的 所以装几个游戏就没了 大型的游戏只能装一个 现在有了这个卡套呢 再加上我的32G的内存卡 所以我就可以在PSB同时装很多的游戏了 这张卡套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挺好看的 而且还有弄这个壳 还送了一个非常垃圾的炉卡器 我接下来就是用这张闪迪的内存卡 32G的 速度是10 把内存卡插到这个卡套之后呢 再把这个卡套插到PSB那个游戏卡的位置就可以了 我现在试一下就是不做任何的处理 直接把这张内存卡这样插到PSB上面会怎么样呢 这上面就是PSB原来插那个游戏卡的 它做这个卡套的作用就是做的跟那个游戏卡一样 然后就可以插一张TF卡在这个卡套这里 然后再把它插到这个游戏卡的卡槽 那这样就插进去了 接下来进入这个文件管理器看看能不能识别到呢 看来是不行的这里这里并没有显示 那看来还是得到电脑上格式化一下这个内存卡之后才能被它识别 现在这个文件夹叫卡套要用工具 这个是买这个卡套然后问这个淘宝店主要的 它就发了个百度云电接给我 然后下载下来就是这些文件了 我看了一下教程就是第一步先安装这个软件来把这个我们的TF卡给它格式化 然后再写入一个文件 之后就能把这张TF卡格式化为那个PSB可以识别的那种格式了 反正就是安装这个软件 然后给它写入一个文件就行了 这里启动这个文件吧 启动之后要找到那个他给的那个要写入的文件 就是这个了 然后写入的是被 所以现在的我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G盘嘛 这个就是我的TF卡 是一张32G的TF卡 把这个ing文件给它写入到TF卡里面 直接点写入应该就可以了 写入成功 看一下 诶现在变成FAT32 然后写入之后再格式化 哦不是的这里格式化要格式化其他格式的 选择这个EXFAT 然后下面这个要选择这个32KB的 然后就格式化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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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张卡应该就可以了 就如果要把PSB原来的那个文件什么的 可以用这个数据线连接这个PSB 然后把里面的文件全部给它复制 然后粘贴到这张新的卡这里面来 但我现在先不搞啊 我现在先把这张卡插到PSB里面看看能不能识别 现在切换回PSB这里 我已经把卡套给它插进去了 这时候要打开这个PSB工具箱 然后安装这个TF卡的那个插件 选择第一项安装 然后重新启动 这里重启我给它快进一下吧 现在进入文件管理器看一下 应该是可以识别到的 成功的识别到了 看到这个UMA0 这里后面显示的29点多句嘛 这个就是我的内存卡 就如果这个时候这样就可以用它来放一些PSB的游戏 然后在这个PSB模拟器里面试制一下 把这个路径更改了 然后就可以读取到我们这张TF卡里面的PSP游戏了 不过这里只是作为测试嘛 用这张大的内存卡肯定是要用它来往这个PSB的游戏嘛 因为PSB的游戏比较大才要安装在大的内存卡里面对吧 所以接下来我要把它两个的位置倒广一下 就是TF卡作为这个安装PSB游戏的地方 那么我先将PSB用数据线给它连接到电脑 然后这里要在电脑的文件管理这里 把它的隐藏选项给它打开 就是能够看到PSB上面的隐藏文件 把这些文件Ctrl加A全部选中 然后给它复制到TF卡里面就可以了 现在就全部复制完了 这两张卡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接着就可以把这张TF卡给它插到PSB上面了 我现在拔一下读卡器 把这张卡插到PSB上吧 这时候重新回到PSB工具箱 依然要进入那个TF卡的插件这里 这次选择这个第二项了 就是把它两个的位置颠倒一下 然后依然是得重启 现在重启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管理器里面 这个UX0已经变成了29U了 就是变成了TF卡的内容了 就我们已经把它两个的位置颠倒成功了 那来看一下原来安装的那些游戏可不可以玩呢 是可以的 可以成功的加载游戏 那看来还是非常的简单的 就可以把用上这个TF卡的卡套 那接下来再讲一下怎么用数据线 传入这个游戏到TF卡里面吧 最简单的那就是我们把TF卡拔出来 插到读卡器里面再连接电脑了 但是这样老是要拔出这张卡也很麻烦嘛 我们可以在文件管理器这里给它试制一下 把这个改成SD to beta 然后按住slate键之后再连接数据 到电脑上 这时候呢 它电脑读取到的就是TF卡里面的内容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切换 这样就可以省去 那个把TF卡拔出来的麻烦 而且这样也有利于保护这张TF卡嘛 不然老是拔出拔进的话 它很容易损坏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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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